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計畫8月3號 陪同市長謝國良在仁愛市場享用美食小吃 也進行市政建設宣講活動 不過卻引起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子委質疑被欺負 因為媒體聯訪區的地點 就選在他們家開設的通信行旁邊 老是覺得被欺負的感覺 就是因為愛山路15號就在我們家店門口 我們家店門口是13號 13號 15號連在一起 而且旁邊並沒有出入口 所以我總是覺得有一點委屈 那如果他們要辦什麼地方 我覺得我最重要的是我們比較關心的是安全的問題 因為比較擁擠 仁愛市場人流也很多 那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尊重 我們在這邊還是呼籲我們雙方的支持者或朋友 大家可以互相尊重 保持一個理性 表達意見的空間跟權利 這是我比較在意的 那至於你要怎麼宣講 我想這幾天大家有看到新聞 在高度的媒體輿論壓力之下 大家的監督 包含議員 包含民眾 包含媒體 讓我們的市政陸陸陸續續的回歸正軌 我想比較重要 而不是請國民黨的高層或是外地人 不了解基隆的人 來對基隆做不了解的論述 我想基隆人不會接受 這幾天 大慶大成的鋪路 跟安樂市場今天的記者會要鋪路 我想這都是回歸市政最好的方式 這才是理性回歸市政 而不是一首說要回歸市政 另外一首又造成很多的輿論 然後造成一些 譬如說我們昨天很多朋友認為有一些挑釁的行為 然後再來發動網軍來罵我們 我們從頭到尾挑釁了什麼事情 或是說了什麼事情 愛山路這麼長 甚至惡性合作社都在那裡 過去到現在 如果 我想我們家族 跟惡性 或是謝國良家族 市長的家族 我們都有三代的交情 三代的交情 所以永安通信跟惡性 包含我爺爺在二十年前 都是惡性的監事主席 謝休平主席是理事主席 過去惡性中學畢業 商科 二三十年前 商科畢業的 是很多都會到惡性合作社上班 機械科 電機科 畢業的很多都會到永安通信上班 所以我是不是委屈 我是不是老是被欺負 我想社會 媒體 大家自由攻斷 對此 市長謝國良強調 這真的是一個天大的誤會 他們真的不知道 受媒體聯訪的地點 是在議長家族開設的通信行旁邊 他們願意調整地點 不過可能會委屈訪問的媒體記者朋友們 請大家見諒 我要跟大家報告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個天大的誤會 我們以前都是約在彩券行隔壁 因為那邊有一個適合的聯訪區 那我們在了解這件事情以後 我想我們會調整那個會合的地點聯訪區 到譬如說愛山路跟人士路的路口來進行聯訪 因為重點是我們要在二樓吃東西 一樓只是簡單接受訪問 所以在哪裡訪問的地點是沒有關係的 只是如果今天有要做這則新聞的媒體朋友 也可以去現場現看一下 那就是可能要跟各位記者朋友 禮拜六早上要說聲抱歉 因為如果我們要在愛山路人士路做聯訪的話 前提又是不可以影響到採買的民眾 跟吃東西民眾的通道 那可能我們的腳架架完以後 可能我們的記者朋友大哥就會站在愛山路或人士路的路上 才能來完成採訪 或者是如果有更好的採訪區也請跟我們一下 但我們絕對一開始是不曉得說 原來採券行隔壁就是同職委議長家族所經營的通信行 這一點我們是不是那麼了解的 那第二點就是說我們願意調整地方 那只是說到時候媒體聯訪的時候 大家會稍微比較客難一點 再此先跟各位媒體說聲抱歉 記者吳俊松 黃日生 陳淑萍採訪報導 多謝鴻梁 登淑萍採訪報導